雅膏體育中心 可能是NBA現在在用這麼多球場 當初最殘忍的一個 又流水等等 是的,因為Atlantic Richfield 就是以前的汽油公司 贊助他們 但最近他們建議一份計劃書 是希望靠一些銷售稅 去貼補起球場的費用 但這份計劃書結果被推翻了 推翻了之後,11月份 到了12月份 大衛士頂親自出面 去到沙城當地負責滑船 負責希望能夠協助沙城帝王隊 能夠達成一個協議 建立一個新的投場 所以在這麼多方面的努力 都看得到 其實沙城帝王隊 來拉斯特加斯的機會 其實不是很高 好了,我們要做甚麼 剛才打電話 打電話 再玩一次給他 再給他來,試試甚麼 這個…